歌里女主播吐槽买不到菜 榜一大哥直接打赏5000斤蔬菜后续来了 3月13日以来 新冠突袭全州 某女主播已买不到菜 在直播间吐槽后 榜一大哥直接开车拉来5000斤蔬菜 不久 该女主播收到菜后 当即与社区人员一起 将菜分给了全小区邻居 有网友将分菜现场视频上传网络后 网友纷纷点赞道 不愧是榜一大哥 这可比在直播间刷流强多了 更有事发小区附近邻居 羡慕地喊话道 能不能分我们一些啊 据女主播介绍 榜一大哥本身是做蔬菜生意的 4月1日 在二人连卖期间 又有不少买菜困难的网友 在直播室想要联系榜一大哥 他都毫不犹豫地包揽了下来 这东西有那么困难 或是真的是很难搞的话 这好缺物资 你真的可以叫他们联系我 这个事情我都说了两句话 今年以来 直播打赏被很多网友诟病 是网络乞丐行为 但这次泉州女主播 和榜一大哥的精彩互动 却再次刷新了 众人对直播打赏的认识 两人通过食物打赏 既帮助了买菜困难的邻居 又互相成就了彼此 这种三方共赢的结局 简直太完美了 大家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他 怀疗